海神波赛东为何多次帮助唐三 相比于修罗神 天使神 罗刹神 都为帮助过自己的继承人 唐三成神权靠运气 波赛东不仅多次帮助他 还与修罗神联手作弊 首先唐三先获得汉海乾坤照 并且得到了海神的认可 先不说汉海乾坤照的功能 可以说这就是海神的代名词 就连唐三获得海神三叉戟的认可事也说过 汉海乾坤照到底与海神有何渊源 我们在海神岛上经历的一切 都是因他而起的吗 这可是神器 首先就是七怪等人在前往海神岛的路上 遇见了真正的海洋霸主深海魔金王 别说此时的他们 就连身为99级的波赛西也没有胜算 最后靠着海神的神念将灵才下退了深海魔金王 不然唐三早已陨落其之手 其次就是七怪刚到海神岛时 虽然通过了海马斗罗的考核 但海马斗罗怀疑他们是五魂殿之人 并没有让七怪进行考验 而唐三靠着汉海乾坤照 海马斗罗感受到了海神的力量 这才让七怪接受考核 不然唐三等人怎么也接受不了考核 而最后一次海神降临帮助唐三 便是成神后的千刃雪一路疯狂追杀唐三 唐三当时可谓是极为危险的 毕竟是一位神 唐三又等是对手 唐三使劲浑身解数 最后也是靠视着唐门暗器观音有泪 这才击伤了千刃雪 给自己争取了逃跑时间 结果人家啥是没有 就在千刃雪击杀唐三时 海神再次降临 而这次却是冒着神念耗尽的危险 也要保护自己的继承员 最后一次便是海神之心破碎 按照规则唐三已经失败了 而波赛东却不管 前两次是神念降临 这次真身亲自降临指点唐三 后又在唐三进行考核中 抹除深海魔金王的灵魂 可见这放水也太过明显